很多人让我们整一期这个夏日特卖的视频 我们现在就整一期 因为我们俩都是用了steam很久的老炮了 我也160多集了 球哥我忘了多少集了 反正球哥游戏不比我少啊 可能得有几千款了 我们俩也算是吃过见过很多戏的人了 所以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的这个夏日特卖啊 什么游戏现在买比较合适 然后夏日特集上面写了 6月23日至7月7日 还有差不多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啊 所以说兄弟们可以抓紧点 毕竟今年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多数都是老游戏 只不过最近这几天卖的比较便宜而已 而且免费过的游戏呢 我一般就不会推荐的 因为免费过的游戏现在还接着卖的话 就有点亏了是吧 然后我们召唤我们的球哥和我们一起 来介绍一下本期的这个夏日特卖啊 都什么好买的游戏 我们二次元网站不应该先从动漫开始吗 哦黑镜2出了新的章节了 对 我记得群友说出新章节了 兴趣的话可以玩一玩 兴友的话呢 猫丝快跑的话还是很推荐的 现在减82% 现在只需要3块钱 你就可以玩的这个兴友了 如果对兴友感兴趣的玩家的话 记得可以买一下啊 他有机票 听球哥说这个机票好像要涨价了 涨价 是吧 所以说他现在减35% 117% 现在很适合现在入手 还有就是球哥最喜欢的 我操 初音未来 初音未来的 PowerJaws的Diva MegaMega39S 好吧 如今球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不是很懂初音道 你又不懂 他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就是PS4版 什么级版 PS4版和NS版加起来的升级版 因为他是有PS4版和NS版的 就渠库 就大部分都包含了 而且他这个也可以 那这是史上最全的渠库吗 PC上面的最全的 算对最全 然后还有独立的 是多了一首歌 不是 听我说 他装了画质补丁 装了裸体补丁 他可以4K 尼尔的这个前作也打折了 前作卖359 现在打折减50% 179% 如果对尼尔非常感兴趣的话 就很推荐 因为尼尔大家都知道 人物的动作做得非常的流畅 其实就是音乐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对这种游戏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游戏贵 没有关系 他底下有一款叫做赤血带马的游戏 也是二次元 也是动作游戏 而且还比尼尔便宜 他只需要53块钱 我们买的时候都花了200多块钱 所以说可以说是打滚了 主播女孩中毒依赖症 是一款视觉小说文字游戏 他算是恐怖游戏 理论上来讲 因为还是挺吓人的 怎么说呢 他这个打质力度不太行 所以说推荐大家不要买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我们动漫就介绍到这了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大家伙都喜欢的 合作游戏 比如说你跟你的女朋友 比如说你跟你的好兄弟们 想要一起合作玩的游戏 龙想 第一款那当然是双人成型 打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198打着减百分之60 现在只需要79块钱 而且这个游戏是一个人买的 另一个人就 对 只需要一个人买 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人掏79块钱 两个人都可以玩 而且还是你可以带着很多人玩一遍 你就是那个火车头 别的人都是火车尾 都是中间的车厢你知道吧 你一个车头就能带他们所有人玩一遍 但是呢 你要体验一下每个人不同的高血压 其次呢 就是Ruff Ruff是这个开放世界在海上漂流的这么一款游戏 你主要的敌人就是鲨鱼跟海鸥 会主要还是鲨鱼 鲨鱼会疯狂的咬你嘛 这款游戏呢 它更新了 出现了大绝集 它是第一张结局就结束了 所以说你们如果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买 这个游戏支持多年级啊 几个人来着四个人吧 应该是最多四个人 反正你跟你们的好兄弟们可以 射击游戏玩累了 可以来玩这个 其次就是我们的森林也打折了 大家都知道森林快要出二了 森林之子快要出了 所以说森林要打折 森林的原价是70 现在减75% 打折力度非常大大 森林也是值多人连击的 值10多少人连击来着 我记得好像没有限制 8个人还是多少人来着 它是服务器性质的那种 我记得是8个人以上 所以说 这款游戏非常的好玩 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是一个简单的生存游戏 它里边还有非常复杂的剧情 你要找儿子 是吧 简单来讲 就是找儿子抹你气 你要找儿子 还要逃出这个岛 第二部的剧情是 跟第一部有关系的 所以说我推荐你 还是把第一部玩了 比较好 因为这两部的剧情是连着的 其次呢 哦对 想要来了 还有一款合作游戏 叫Ryvonaut Ryvonaut 打折力度不然你大 不过 不过 这个游戏是要一直更新下去的 就是说 它会一直更新 你买这个游戏 不会吃亏的 因为它以后会有连击之类的 等你以后 它更新出连击了 你就可以跟别人连击了 虽然它现在也能连击 如果它现在的连击是合作 以后的连击是对抗 就跟彩虹那样一样 五打五的那种 在室内那种 CQB 以后会更新出来的 它只不过现在只有 一起打击这个罪犯嘛 不过它至少打折了 还是值得购买的 因为这个游戏的画面非常的好 剑膜都往里面塞好了 它把嫌疑犯变得更难了 就是说 现在嫌疑犯会撩枪 然后会 会装死 还会躲在柜子里边 对还会躲起来 这游戏变得更难了 想挑战自己的枪法 或者挑战自己的这种 美景模拟器的话 可以买一买啊 这游戏非常推荐 反正我觉得Ryvon Now 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就很喜欢这种 硬核的设计游戏 鬼七五 现在只要65 鬼七五诶 但是鬼七的音乐好听 那就是个音游一种 鬼七的音乐特别的燃 但是鬼七打击感 可比你熔龙好啊 而且我们 鬼七五里面 还有什么家族传统 我儿子捅爸爸 爸爸捅儿子 还有兄弟兄弟对统 你可以吗 你听我说 我原神的动作 都是抄的鬼七五的 你能比吗 能比吗 我如龙 我如龙天天捅自己兄弟 不是捅自己兄弟 就是捅别人兄弟 行行行 你捅得过吗 好捅好捅 好捅 你看我们主角同生一马 从他二十多岁 一直到五十多岁 一直被捅到六五正过 七五 但是如龙没中文 你说个屁 好 接下来 动作游戏啊 故事 我很推荐的 我非常推荐的是 我觉得《孤岛精魂4》 作为最好的一代 《孤岛精魂》系列 他的画面好 他的动作系统好 他的画面 尤其是这种 处决的坏感非常的好 不像 不像后来的什么五呀 什么新曙光啊 什么六啊 做的那么烂 我非常推荐的是什么 二 三 四 但是二啊 太老了 像说二的动作非常的丰富 你们知道会卡壳 会卡蛋 枪会炸糖 还能非常丰富的自我治疗系统 三的话 画面有一点点差 现在来看有一点点差 四是属于那种 你不管是现在看还是当年看的 画面都非常好的 而且才好是DLC 他DLC是去雪山打 雪怪吧 我记得是 我不知道他DLC有没有打折 打大脚雪怪 你们如果对这块游戏感兴趣 还可以玩玩 干爹对你多好 看见没有 木星之间占便宜 还有就是战神 战神系列 打折力度不是很大 减20% 减20% 但是这个战神 确实是做的是真好 这可能是最后一作 没有带正式正确的战神了 下一作战神 北欧神话里边 帕温都出现你根的 所以说且埋且真希吧 战神这个非常值得推荐 这属于说是 动作游戏的标杆了吧 就属于真正的3A中的3A吧 还有乌十三狂烈也打折了 非常的便 现在才只需要25块钱 还有就是 人类一外徒弟打折了 原价59 现在只需要17块钱 你就可以玩这个人类一外徒弟 而且人类一外徒弟还在更新 他更新了巨多的新关卡 而且他还有创业工坊 你如果通关了之后也没有关系 他还有很多特别好玩的 这种玩家自制的地图 跟玩家自制的皮肤可以玩 非常推荐这个人类一外徒弟 非常的好玩 感觉的话可以买一玩 这游戏 属于说是那种 在Android Party 在动拍队出之前 你还是得玩这款 这款还是好玩的 反正喜欢打猎的人 他还有一堆DLC 这游戏现在打76% 只需要16块钱就可以买 你就可以打猎去咯 而且他打猎 而且打猎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比如说你去加朋友的房 如果朋友买了新地图 你可以直接去蹭他 看看你是没有没有任何的图好朋友吧 还有就是邱哥最喜欢的死亡哥钱 他也打折了 也打折了 死亡哥钱现在都是倒减版 你像你PS版到现在都倒不了 是不是 都倒不了 那是PS倒不了 PC可以倒是吧 只有PS5跟PC可以倒 对现在只有PS5和PC可以倒 你看我买了几份 我跟你数数 我买了一份数字版普通版 我买了一个点 又来了 我买了一个珍藏版 我自己留着 然后PC版买了一个珍藏版 然后再加上这回的PC版的 这么一个导减版升级 还有我的PS5版的升级 我就买了差不多四个整 再加两个升级 可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 我是希望在 DOWN IN LIGHT DOWN AT ONE DOWN LIGHT现在只需要43块钱 喜欢DOWN LIGHT的话可以去买一买 DOWN LIGHT是真的好玩 DOWN LIGHT 1真的是经典 它有很多玩家自制的地图 它还有非常完整的剧情 就不像2的剧情那么的弱智 1的剧情非常的好 而且1的剧情还是值得你反复通关 有玩的那种你知道吗 就不影响你的存档 而且你现在就的话 你直接买一个决定版就行了 决定版是包含所有DOWN 对你直接买一个决定版就好了 你就不用去监狱刷刷刷了 直接买一个决定版 神器就到手了 爽就完事了 然后就SQUAD SQUAD也打折了 现在99块钱 打着33也还行吧 SQUAD好像也更新了 好像前一段时间更新了登陆战 对就是 阿美人看开着这个 它的两栖登陆航母啊 上面载着HELICOPTER 底下有那种登陆船 然后那大铁王吧 就跟战队3的一样 还有那种船 然后去登陆 抢摊登陆啊 非常的刺激 如果对军事模拟感兴趣的话 SQUAD的画面也非常的不错 我非常推荐SQUAD 虽然是我没玩吧 哎 我有啊 哦 那没事 接下来讲VR啊 讲虚拟现实 你们有VR的人可以看 没有VR的人就算了吧 半途名Alex也打折了 减50%原价163现在只需要81 这个可以说是 你有VR就必须要买的一款游戏 它的质量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现在目前来讲 VR游戏里面最值得买的游戏了 一般商场不会有那种VR展台 让你体验VR 基本上那里边机子里边都会装一款 Alex让你玩 还有就是VRSYSGO 叫ParaLow 是这么念吗 我也不知道 这个VRSYSGO 它也打折了 减50% 这个游戏啊 有一个缺点就是 国服比较少 很多都是外服 而且它支持创意工坊 很多地图都是玩家自制的 所以说你绝对不会玩腻 呃 缺点就是 它国人玩的比较少 不仅仅国人普及VR 也没有外国人那么多是吧 那亚里斯拉那州的阳光 就是它可以连击打僵尸 是一款类似于SDR的那种 很便宜 现在只需要29块钱 就可以跟别人一起 连击打僵尸非常的爽啊 然后其次就是 还有一款必须要输的 就是说 既然你都上VR了 对吧 你肯定得恋爱 肯定要有那种VR的妹子 我不是很推荐这个VR卡诺九 就是VR女友 做的一般 我比较推荐这个韩国人 CF之祖祖做的游戏 这个关注你 COS ON YOU 它是这个 它也打了原价116 现在只需要34块钱 这个游戏我以前做过直播 做过直播也做过视频 挺有意思的 是一个韩国游戏 就是CF那个之祖祖 知道吧 都玩过CF吧 都是青少老兵吧 这个真的是CF之祖祖做的 他用了最亲的人物捕捉 所说里边的妹子的动作 非常的真实 也非常的自然 然后这个妹子的捏的 就是韩国人捏人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不像日本人捏的那么过分 是吧 捏的就比较的匀称 五官也捏的非常的好看 比较贴合这种亚洲人的审美 然后妹子也很可爱 剧情也很长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你得给妹子拍照 真正让你体验 这种恋爱的感觉 如果你单身很多年了 比如说你30多岁 20多岁也没有摸过妹子的手 你只能花钱买个VR 就很适合这款游戏 体验一下跟妹子 真正在一起交往 是什么样的感觉 虽然说这么说 可能会流下不争气的眼泪吧 但是真的 这游戏很适合我们 很适合我们 活出你的悲哀 活出你的悲哀 其次就是 非要说你就要想玩日本游戏的话 我推荐你玩这个 狼语香薰料2 它打折了 以前80 现在只需要48 狼心大家都知道吧 马上就要出新的动画了 听说这是全新的新作 狼心的这个 讲他们孩子的故事 这一作 这个狼心2 其实是有女儿的 如果你非常喜欢女儿 就是这个白毛 大大伙 应该都喜欢 毕竟是中国人 肯定会喜欢白毛 对吧 白毛 然后猫儿 不是说错 不是猫 是狼儿 狼儿白毛 女儿比 女儿比妈还可爱 是吧 仿佛搞瘦了什么 很推荐这个狼语香薰料2 虽然说有一点点贵 但是 你都玩VR了 还担心什么贵不贵呢 对吧 还有就是这个007 解謎游戏 如果你想玩一款 VR的解謎游戏 我非常推荐这个 我希望你去死 这个 I expect you to die 游戏就是个解謎游戏 你是一个有念力的特工 秘密的任务 有点像 进得贵家家吧 今天大家伙都看我直播 爱看我视频的话 铁志们就应该很了解 恐怖游戏 恐怖游戏 有什么好推荐呢 其实也没什么好推荐呢 这个恐鬼症 它又打折了 但是打折力度不是很大 但是恐鬼症 是又更新了 更新了很多新鬼 什么刹那耶 什么什么你 你什么鬼 我也忘了 反正更新了 你如果想趁机 想玩一波恐鬼症 的话 倒是可以买一个 尝试一下 这款游戏非常推荐 跟妹子一起玩 跟朋友们一起玩也可以 看看谁才是那个 胆小鬼 比如像球哥是吧 小门2 原价是148 现在只需要74 打折力度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可有可不的 打折力度 你们如果特别喜欢 这款游戏的话可以买 小门2 是小6 跟那个前座的 小男孩的故事吧 我也不太清楚了 反正剧情非常的不错 我就不剧透了 然后画面也是非常的棒 如果对小门感兴趣的话 其实 小门感系列不吓人 它只是一个解谜 冒险类的 有点黑暗像 画风比较黑暗的那种恐怖游戏 温宜传说要出新作了 但是你们如果对前座感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玩一玩了 这回是打骨折了 只需要30块钱 就可以玩到温宜传说 温宜传说也不是那种 特别吓人的恐怖游戏 它没有那种起脸杀 它是不错 它只是潜行中世纪冒险妹 对吧 剧情恐怖 对了 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下港鬼石鹿吧 国产游戏有减40% 你们如果对国产游戏感兴趣的话 可以玩一玩港鬼石鹿 剧情比较迷幻 前期还不错 后期就有点无聊了 反正如果喜欢国产的话 可以玩一玩 逃生2打折了 而且是打骨折 只需要13块钱就可以玩逃生2了 我操 逃生打折了 只需要13块钱 大家都知道逃生2的画面这么好 第一人生生存恐怖 心理恐怖 血腥 这么好的画面 如果追求那种纯粹的刺激 那种压迫感 可以买 而且1跟2都打折 逃生1打折10块钱 逃生2打折13块钱 两款游戏买下来 你只需要不到 30块钱 爽死 还有就是底特利 底特利也打骨折了 底特利64块钱 底特利也是一款 剧情非常不错的游戏 剧情结局也很多 看你怎么玩吧 然后会因为你的选择 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双成型的前作 Away Out 那个逃出生天 就是那个 Fuck Oscar大哥做的游戏 也打折了 减7月5 打着力度很大 39块钱 这款游戏就像是 双成型的试验版 就是这个游戏是在 双成型之前做的 也做的非常的不错 但是很可惜 这个游戏没有火 Away Out好像有漏点情节 你们如果不在意的话 可以玩一玩 玩家将扮演两名劫匪 请注意啊 千万不要买这个 新序业 样不了 反正千万不要买新序业 这个 新 叫什么 新具象 跟新秩序 都是可以玩的 这俩都非常的不错 羞辱系列也打折了 羞辱一 羞辱二 打折 现在只需要 打骨折 全部都是游戏二十八十 羞辱系列大家都知道 相亭式的这个杰作 做的非常的不错 精妙 就是说 你可以有一万种方法 去杀得这个秘典 然后 你杀人的话 坏结局 不杀人是好结局 正当防备三是真的好玩 只需要十六块钱 就可以买正当防备 哇 真的是爽 你能 你能炸一天 你能爽一天 你也不觉得腻 这款游戏我点名表扬 它是一款非常剧情向的精致游戏 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恐怖 其实它不是 它是一款做的非常完美的 结局非常的感人 一般玩游戏的人会玩哭掉 然后也非常的异想天开 行了 以上总结 本次这个夏儿特惠的 值得购买的游戏 就这些了 是吧 之前说的那些 你们看打着力度大的 感兴趣的买就可以了 输了那么多 是吧 没有必要都买 都买的太有钱了 是吧 然后今天这不还没过完吗 后面还有很多游戏呢 所以说你也没有必要 非要 刀里边有点钱 就要拿去买游戏 是吧 你可以存点钱 等以后有什么新游戏了 是吧 比如说7月20号又出款 有猫 跟猫有关系的游戏吗 那款游戏看着不错 你也可以得着买 是吧 后面还有什么 Animal Party呢 对吧 Animal Party也是国产 做得非常不错的游戏 你可以留着买那款游戏 还有CUD呢 对吧 对呀 还有就是有些游戏打折了 你也不能买 对 比如说点迷批评2042 2042跟2077 这两款游戏 只要名字里边有20几几的 是吧 要不你就一派个一派个 一宝 真的是每周都送过去 一宝 上周还送了 还送了那个鲨鱼 鲨鱼我也玩了 可好玩了 上周了吧 接着又送修车呢 喜欢修车老哥的可以去玩 下周就不就送啥了 反正一宝 就很符合那种 对了 一宝上面 糖豆人也免费了 现在糖豆人在steam上面 你在steam上买不了 根本搜不到糖豆人 只能去 一派哥们玩 糖豆人一派上面 糖豆人免费了 反正一宝就是菜大气粗 就是牛逼就完事了 而且我跟你讲 糖豆人人数还挺高的 现在糖豆人还有5.1万人在玩 峰值5.5 最低峰值5.1 战地 无论怎么挣扎 也许就只有一万人在玩 哇 苗战地五条街呢 真的是 反正实在没有钱的话 可以上一派白嫖 刚才值得购买东西 我们也讲完了 就这样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挑你 感兴趣的玩 是吧 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